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像说 这个创作 创作算不算是财产 你创作的成品 你创作成品 你创作成品 你感觉在创作成品 桌子椅子 我自己做出来的艺术品 我画出来的话 那废话当作才能配拿去买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创造的东西是文章呢 你创造出来是文章 文章你自己喜爱智商 那当然是你的产品 可是人家可不可以拷贝 人家可不可以拷贝影印 这个东西你可能觉得 那这个说法 我自己的文章写下来 那很像没什么 大家要一传唱 四处传 传 传看 那不是 不是增加我的知名度吗 那如果你今天写的这个文章呢 是技术文件 关于解答某些问题的文件 那请问你觉得 希望人家四处传看吗 你可能就会不希望人家四处传看 解答某些技术问题的文件 那我们再更进一步谈 如果你写的这个文章呢 不只是解答某些技术问题的文件 它其实是程式码 它其实是程式码 程式码 那程式码 你需不需要人家四处传看 程式码这个东西它有个特性 文章 或者说解答某些问题 技术问题的文件 你可能是怎样 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它做出来 比如像说跟你说 好我要做某某滑轮 滑轮里面某某些机制 这样子设计某种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这个东西你还要找 去找工厂把它做出来 程式码不是啊 程式码你掉到电脑里面 比如像四亿元的程式码 你随便找康派的康派 他就给你程式就可以执行了 那请问这样的程式码 你需要给人家传看吗 这个就有很多讨论 这个东西算是财产 有人觉得是财产 有人觉得不是财产 有些人有个运动叫copy left 相对于copy right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来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个有趣的问题 有人说这个东西是财产 所以这个叫copy right right是权利 可是也代表右派 那也有人说这个叫copy left copy left 就是左派的看法 程式码有人觉得这个是copy left 这个是can and dust 就跟你写文章 可以给人家四处五音四处穿看一样 他也觉得程式码这个东西是 可以四处五音四处给人家穿看 如果你要顺便实情的话 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 也有一种copy left 也有一种copy left 所以程式码到底是财产 就算他是财产 他也有一些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我们先来谈清财产就OK 程式码 对 所以程式码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财产 这个里面有很多讨论 就算他是财产的话 他还是有很多更进步的限制 这个等一下我们知道财产全是IT 所以我说程式码这个算不算财产 你写出来程式码算不算财产 这个很可以讨论 好那除此之外 你的创作成品文章程式码 那还要什么呢 音乐 音乐算不算财产 你写出来的歌 人家可不可以唱 人家可不可以唱 你拍出来的饭唱呆 人家可不可以唱 那你做出来的音乐 餐厅可不可以放 像这个东西都在讨论 很多讨论 很多像广播公司 能不能放你的音乐 充足出来的音乐 之前 台湾上有一个 主张比较极端的组织 音乐注册全能协会之类的 然后 那个 对啊 里面有些组织的人会贵的 很多人在骂 没关系 我也跟那个人聊过 贵贵 他就觉得说 他们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个音乐 你餐厅要放 我也要跟你收钱 我餐厅 你餐厅要放 我也要跟你收钱 像有人就这样 那 YouTuber在上面放 要不要收钱 像说 广播要不要放 就告诉 有些这个最主张 就觉得YouTuber放 广播放这个都要收钱 因为那个是我的财产 我的财产 2002年的时候 在台湾发生一个成大MP3事件 成大MP3事件 这个大家现在可能 没有 可能有听 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 可是呢 我猜你们可能都有这种东西 可能现在也没有 没有那么多 以前在我 在我们念大学的年代 很多人 电脑里面都有MP3 大家知道什么是MP3 你知道 你们现在还有这种规格吗 MP3 MP3就有各式各样的音乐 把它转成电脑的音乐MP3 然后用电脑再播 那 那 电脑里面都要 都要有MP3 好了 那 这个MP3呢 这个MP3 很多 很多 像那个 那个音乐著作权 就说这个MP3 这个是我的创作 我的财产 所以你电脑里面有MP3 你就偷我的东西 你就偷我的东西 所以2002年的那个 成大MP3 是这样子 就像说 这个东西呢 你电脑里面混个MP3 你这些都是非法的 都是偷来的 都是拷贝下来的 对不对 拷贝下来的 所以就是拖东西 拖东西的话呢 所以检察官就去搜索 那为了叫成大MP3之间 因为他们就跑去成大的男生宿舍 去搬人家 把人家电脑搬出来 然后查扣一大堆电脑 那时候 一直在选择搬去 听说这个事情 那时候 因为我在台大 那时候也没有查 2002年我已经逼迪了 ok 那个 听说有人 有人就在成大的 成大案件就说 哇 那检察官那时候 开始进入宿舍 全部男生 崩勇跑去回宿舍 然后把自己的电脑 把一臉拔起来 然后全部放在背包 然后就开始四处逃窜 我就开始四处逃窜 那就是检察官跑来搜索你的电脑 看你里面有没有MP3 那后来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可是其实你没得知道 这里面有个事情就是 诶 这个音乐 这算不算算算 有人觉得是 有人觉得不是 那觉得是的人呢 最后那次事件就 不知道怎么搞 就说动检察官去人家 去查扣人家的电脑 去查扣人家的电脑 那 看你见到里面有多少MP3 对男生来说 你电脑没有帮我这种东西 现在可能没有MP3 可能还是有一两个 可是现在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你低潮里面还有一个流出版 流出版 因为台湾那是非法 所以没有我没有事 哪天变得合法了 日本片商派来那边查扣 那你这样很麻烦 你这样很麻烦 这个到底算是财产 你先去跟人家考流出版的 对啊 像这种东西啊 像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财产 在这个地方就有很多讨论 像这种东西就有很多讨论 这种地方就有很多讨论 好 那这个叫做 智慧财产权 智慧财产 智慧财产 所以创作东西 文章 程式 音乐 商标 专利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 视为财产 这个就是 就很多人在讨论 很多人在讨论 那如果你去问那种 那个 你去问那个一两百年前的人 文章算是财产 大概没有人觉得是财产 你要随便考费随便 随便 随便 然后就是你 你家的事情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匪夷所知 现在的人开始觉得文章就是财产 因为文章里面涉及 解决某些 某些 某些技术问题的办法 那当然更重要 就像史玛这种东西 他们可能就觉得匪夷所知 好 这个智慧财产 以前人不觉得是财产 现在觉得是财产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 以前人觉得是财产 现在人不觉得是财产 奴隶啊 那其实就是人啊 人啊 对不对 人啊 以前有些人觉得人是财产 那这个人 人是财产 人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财产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奴隶嘛 奴隶啊 有些人以前觉得奴隶就是你的财产 奴隶是你的财产 所以可以买卖啊 对不对 可以买卖啊 然后可以做各种使用啊 可以做各种使用啊 那当然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些限制 奴隶 那现在就不觉得奴隶是财产 当然不可能觉得 就觉得道德上 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很糟糕的事情 那以前不只觉得奴隶是财产啊 可能小孩也觉得是财产 小孩也觉得是财产 小孩是你的财产 当然现在很多父母也有这种观念 然后也觉得小孩是我的财产 我要对小孩怎样就怎样 那大家现在有一些儿童保护 什么有的没有东西 那太过离谱 人家就会把你的小孩带走 就把你的小孩带走 好啊 所以现在你不觉得人是财产 那有个东西呢 我现在觉得还是财产 maybe以后他 你也可能觉得他不是财产 机器吗 不是我讲是机器人 机器人到底算是财产吧 这个可能现在有些讨论 还没有很明显 还没有很明显 可是如果你有在看科幻小说 就知道人家我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机器人 如果你以后去买个机器人 现在机器人开始在进步了 机器人科技开始在进步了 所以开始有人说出机器人出来 机器人 机器狗 那日本的一些工夫就开始推出机器人 推出机器人 那机器人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啊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啊 有家世服饰的啊 那个帮助老人的啊 当然还有帮助阿宅的啊 他也有帮助阿宅的 阿宅找不到女朋友 他也有帮助阿宅的那种机器人 那日本这种要推出 搞不好市场会很好 搞不好市场会帮助阿宅的 好了 那 那这种机器人到底 这种不算是阿宅的财产 到底这种不算是阿宅的财产 到底这种不算是阿宅的财产 那这个 现在你可能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很多科外小说 没有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诶 你说什么 你说AI还是机器人 那这个是个好问题 AI好 AI到我们算是财产 我现在讲只是机器人 因为我讲机器人 比较简单 是像很多科外小说 像Asimov Asimov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Asimov 我记得在 2000 2020 20 20世纪的第一个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2001 2003 那个什么 那个Steven Spieber拍了一部片 叫做 那个AI 所以有部片叫AI 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AI AI 一个小男生的故事 小男生的故事 就知道一堆人 比如你是机器人 那你是机器人 那你是机器人 那你今天拆毁机器 那FINE 那你的机器 就让你去拆冷气 冷气坏掉 你就把他拆毁 他冷气坏掉 你就把他丢掉 拆毁 像这种东西 那车子坏掉 你就把他送去被电厂 好了 好了 那他已经看到了 那个小男生是个机器人 好了 那那个小男生是机器人 请问他坏掉 你不可以把他拆毁 他 你觉得他已经 过了使用期限 那个择救到残职为领 残职为领 就把他卖掉 卖掉 那送去回收场 你觉得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好 你看到可以就觉得 这些人真是 这些人真是 这些人真是那个王八蛋 这个小男生很可爱 看起来 你为什么要把他干掉 可是这些人就觉得 这是机器啊 坏掉哦 就像汽车一样坏掉 你就要拿去收 收费给他 那当然我觉得那部片拍得不好 因为从头到尾 我对那个小男生都没有感觉 我就觉得说 那个小男生爱上他的主人感 然后那个主人也爱 那个小男生 就像一个主人 就爱那个车子一样 就像有些主人 今天有些人买车 然后对他们车很爱护 那觉得他 他爱上那个车 那可能还会跟车搞贴有的没有 你就觉得这家伙是变态 死变态 对不对 死变态 跟车子搞贴有的没有 可是那里面的骗子 想要跟他主人怎样怎样 我总部片一看 小男生也很大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他那个主人是死变态 就觉得他是死变态 你怎么会跟车子发生感情 可是你就知道这里面 其实有牵涉到一个冲突 就是你怎么去认定 机器人这个东西 你怎么去认定机器人这个东西 你认定这个东西 他是机器吗 还是他是人 那如果他是人的话 好那问题就来 那他输出你的财产 他输出你的财产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 你看看科幻小说 里面就一大杯这种讨论 ASIMOF 他有一些机器人的这个讨论 那你去看看就很有意思 那个更是比起他更深刻 都什么 那机器人会毁灭 毁灭人类社会这种讨论 他要再更进一步 他已经谈很多这种东西 大家有距离可以去看 那刚刚有同言提出啊 好 机器人 那还有另外就是AI AI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他不见得是以机器人的形式存在 对不对 他可能是存在于 你的这个做出来的机器人里面 那在这个机器人 因为有AI 他就可以动来动 AI可不可以存在其他地方 可以啊 AI可能可以存在网络上 有物片 最近 最近是要判真人版的 好 这个以前我很喜欢看 好 这个叫工殼机动队 好 那我们知道 工殼机动队 工殼机动队 知道是物片吗 知道是物片吗 工殼机动队 他最近要拍真人版 工殼机动队 大家有工殼去看 他1995年的时候 很像有拍过一次电影版 那很像 他后来有拍第二集 工殼机动队第二集 整部片都在讨论 都在做哲学讨论 工殼机动队 工殼机动队 工殼机动队里面的主角 他最后就变成AI 跑到我们物世界里面去了 那 人家就觉得他是人 人家就觉得他是human being 他可能不是财产 不受拘束 什么有的没有的 好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AI AI这个东西 突然是财产 你怎么去认定这个事情 所以我要跟你说 就是说 很多东西 关于财产的界定 其实不是那么的僵化 不是那么僵化 就随着时代已经 它都会变成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被当成财产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 不会被当成财产 那谁的时间能在演进 这些东西都会感变 人的经营都会感变 好 那定义完财产之后呢 下一个我们讨论 就是说财产权 财产权 财产权 财产权就是说什么 它其实 严格来说是许多种权利的组合 那它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所有人对这个 他所拥有的资源 可以做什么 以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想说 哦 这个东西是你的 比如像说 黄金 然后笔记本 然后什么书 这是你的 是你的财产 所以你要干嘛就可以干嘛 你今天看这个教科书 好像是觉得很堵烂 被当掉 把书拿去烧掉 没有我们会去理解 就觉得你这样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挫折 然后考试被当掉 所以只要把教科书拿去烧掉 那个没有我们会理解 好了 所以表示这个洞产呢 你可以给它做到很多程度 什么都可以 好那一样问题来 那狗是你的 对不对 如果今天 你养一只狗 现在人家狗呢 是被界定为财产 你的宠物 狗啊 猫啊 是你的 那你看这猫很堵烂 你不会把它拿去烧掉 你这个就违反动物保护法 对不对 所以 财产可能是这样子啊 你所有东西 你不见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也不见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那都有一些限制的 那最早以前奴隶一样 你也会有一些限制啊 虽然是你的财产 可是我有些限制 你不可以对它为所欲为啊 那现在也是这样 那现在很多 可能 很多动物是不被 鉴定为财产的 但是至少现在是 猫啊狗啊被鉴定为是财产 可是你也不能对它为所欲为 可是蟑螂 蟑螂你不会对它为所欲为 如果你养一只蟑螂 神经病 你会养一只蟑螂 你会对它为所欲为 可以啊 你可以去把它踩烂嘛 没有人会有意见的 蟑螂你把它踩下去 没有人会对它有意见 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啦 你所拥有的东西 不见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那一样 我刚刚说你输 你觉得很堵啦 你可以给它为所欲为 有一种东西叫做速度 大家各位有兴趣的人去 查这个老子叫速度 速度是一种食物 不要想歪啦 速度是一种食物 我就不写啦 速度 速食的速度 速食的速度 我就不写啦 你去PT查 好啦 速度是一种食物 有些人觉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有些人觉得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哪里干这有什么没有 是你那个宅男最清楚 你要去PT上看 那 好啦 那 如果你养个狗跟猫 我刚刚说 你不能对它为所欲为 你不可以把它烧掉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 你对速度做的事情 马上去对猫跟狗跟做 有人曾经买一些鸭 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后后来就被你猥亵罪之类的 送罚办 送罚办 虽然你不可以对鸭鸭 做一些猥琐的事 可是你可以把它宰了 吃掉 你可以把它宰了 吃掉 可是你对你的鸭 买回来鸡跟鸭 那也当然可以把它宰了 吃掉 可是如果你把它对 让它对 你对速度做的事情 去做那时候 你就会被你猥亵罪 送罚办 就被你猥亵罪送罚办 好 那鸡跟鸭是这样 那如果是娃娃呢 那个服侍宅男的 那个女机器人呢 那这个一道就有很多讨论 这个里面就有非常多讨论 所以我要跟大家 强调是这个事情 财产权 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你的 你就可以对它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 那我们不要讲一些 比较极专的例子 不要讲一些极专的例子 我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较土地或房子 土地 这块地是你的 请问你可不可以 在底下买垃圾 可能不行 对不对 或者说可能可以 你买你的厨余 可以 你要厨余重才可以 你买化学废弃物 那你就会被警察收罪官 对不对 有毒废弃物 会被警察收罪官 房子呢 房子是你的 现在你拿这块土地 盖房子 盖了三层的房子 你可以把它突然盖到十层 不行 对不对 这个叫做违建 这个叫违建 这个 台湾有很多很有趣的房子 你可以去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那条叫建公路 很多是高雄人 那条叫建公路 建公路那条路上面 就有很多有趣的房子 听说有些房子 本来一规定只能盖到三层 他们盖到十层 盖到十层 上面全部都是违建 第六、第七、第八层都不知道怎么盖的 然后还要养鸽子 弄大堆鸽笼 以前有几栋 那个电视有在放 我有去看过 那个很离谷 那听说在新竹的那个 竹北也有一些房子 一规定只能盖到三层 他们盖到十层 那你就会去看看 所以 财产权呢 他其实有些东西是说 你要表情说 你拥有这个事情 不见得代表 你可以做什么 应该说 不见得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有些东西可以做 有些事情不可以做 那这个呢 法律上会有规定 那这个就叫做财产权 所以这个要规定的 说你有这个东西 我先建定什么是财产 然后说这个财产是归你所有 规定说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买卖 你可以 你可以买卖 你可以赠予 你可以拿去卸钱 你可以使用 可是你要使用到什么程度 光使用到什么程度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所以那当然 他可能可以拿来借钱 就是抵押贷款 所以这里面的讨论是非常的多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要跟大家强调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法律的课 所以我就不会讨论这个事情 只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事情本身有它复杂的程度 有它复杂的一面 有它复杂的一面 好 那我们是经济学家 所以我们复杂的那一面 财产权的规定到什么程度 什么细致什么 我们就不谈 我们不是法一个 可是我们经济学家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东西 你呢 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会有些界定 说什么东西是财产 什么东西不是财产 然后有些进一步的界定说 不同的财产呢 你可以怎么样的使用它 你对它用过什么样的权利 你可不可以继承 你可以使用到什么程度 你可不可以拿它来赠予 然后拿它来跟银行借钱 有这些不同的规定 那这些不同的规定呢 要怎么样才会让它握可 在整个社会上能够让它执行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 这个叫道格斯诺 他就讲的这些东西 一个完整的财产权体系呢 要能够顺利的运作 需要以下三个原件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那些奇怪怪的规定 什么都会被今年财产 那你对它用过什么权利 这些东西呢不是法律写下去 就算了 图法不足以自行 你要有其他东西搭配 才能够顺利的执行 所以道格斯诺斯呢 他就讲了以下这三个原件 一个完整的财产权体系 以下这三个原件 第一个 一系列的行为限制 你能分口和入口和肉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要先谈什么东西是财产 然后接下来是谈说 所以这些不同的东西呢 这些不同的东西 这些不同的财产 那我们要规定说 你的各式各样的权利 你的各式各样的权利 你可以怎么使用它 你可不可以交易 你可不可以继承 你可不可以赠予 像这些东西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是规定说 你拥有财产的人 对你的财产有什么权利 那当然还包括说什么 还包括说那个什么 还包括说那什么 除了所有人可以做什么 以及不可以做什么以外呢 还包括说非所有人 可以做什么 以及不可以做什么 非所有人 可以做什么 或不可以做什么 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像我说 这个土地是你的 所以呢 你可以使用它盖房子 种田什么的 那你可能可以买垃圾 可是你不可以买有毒费器 这个是规定说 你这个土地的所有人 你可以做什么 以及不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可是第二个呢 大家又牵涉到说 所以非所有人 可以做什么 或不可以做什么 你不是这块土地的所有人 你可不可以走路 经过这个土地 你可不可以在 别人的土地上盖房子 你可不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 埋东西 像这种事情 那我当然很清楚 这土地不是你的 你就不可以在那边丢垃圾 你就不可以埋东西 你不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 盖房子 可是如果你只是走路经过 可不可以 像这个问题 你只是走路经过 可不可以 走路经过可不可以 像这个东西 像这种事情 那就是非所有人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当然你要在限定在那边 那当然最直接 我平常可以理解 就是 非所有人不可以做什么 就是你不可以偷别的东西 你不可以抢人家的东西 像这样的一个事情 像这样的事情 那很多啊 行为限制 不能偷别的东西 不能抢别的东西 不能搞人家老婆 不能偷海域银居的老婆 像这种东西 像这种东西 不可以偷人家老婆 这是写在十戒里面 十戒里面 就摩西大章 摩西十戒里面 有点强 不可以搞人家老婆 所以 那个 前阵 那个庫加姆的人怪怪的 对不对 因为那庫加姆的人 就搞人家老婆 这是违反十戒之一 天天在说人家说 啊你这个 你不能同情 怎样怎样 可是他们就违反十戒 这个人家比较严重 因为摩西看到他 天天这边四处 四处在骂人家说 啊你这个不可以同情 但是他搞人家老婆 摩西可能会 从神父面爬出来 坐牢 可是他违反十戒 这十戒不大 你知道 十戒不可以搞人家老婆 可是他们不会搞人家老婆 这很奇怪 顾加姆 这还蛮妙的 好 第一条 这个 一系列的法律行为 一系列的行为限制 in a form of a law 跟你说 所有人对于他所有的东西 那个财产的所有人呢 可以对他所有的东西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也包括说 非所有人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一系列的法律行为限制 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图法不足以置信 所以你其实还需要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需要一个 mechanism 一个机制 那个呢 可以发现谁违反法律 然后迫使呢 大家去遵从这个法律 让大家去遵从这个法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讲就是 你要有警察啦 你要有警察 军队同东西 要有警察跟军队 你法律写在那边 没人理你啊 没人理你啊 你说不可以偷人家老婆 不可以偷人家东西 如果没有警察在那边巡逻 你一定去考人家老婆 在很常有的事情嘛 你就会考人家老婆 考人家偷人家东西啊 这个 在无政府的社会里面 就是 maybe what 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 你需要有谁 你需要有 有暴力组织 像是军队 像是军队 像是警察 警察 警察 这个军队 或者是警察 警察 警察太难熟了 我都熟了 OK 就是 要有 杠 枪杆子 要有枪杆子 去 去维持这个秩序 要有这个枪杆子 去维持秩序 对不对 那这个枪杆子是干嘛 去找出这个什么 平常谁会违反法律 那找到以后呢 把他抓起来 惩罚他 你偷抢人家东西 或是搞人家老婆这种尖罪 在台湾中间最要罚的 在台湾中间最要罚的 好像这种东西 那我就把他抓起来 那抓起来 就 惩罚他 惩罚他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枪杆子的话 你怎么惩罚人家 人家不会给你 所以 NOS就说 你法律写在那边没有用 你还要有这个惩罚的机制 你要有个机制 去把他找出来 然后去惩罚他 那才会呢 让citizen all by the law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execute the system 然后执行这个法律体系 执行这个法律体系 execute the system 可是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写这个东西 这个我当然知道 高中生国 高中生国 中生中华知道 无法不注意自新 法律写在那边 然后呢 你一定要有人去执行他 不偷不抢 如果你说不偷不抢 没有警察的话 一队一定会又偷又抢 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国定杀戮日 那个片子里面 这个不可以 杀人不可以 偷借不可以抢劫 国定杀戮日 一来 警察不管 全部都会搞成一团 然后全部都会抢成一团 所以你可能觉得 这个废话 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它有个第三部分 这个就是 那个大格拉斯诺是厉害的地方 他说 你一个完整的财产权体系要建立起来 法律写在那边 没有用 你法律写下来 然后呢 要有去执行他 要有那个军警的系统去找出谁犯错 然后呢 把他抓起来 然后惩罚他 他可能惩罚的机制是法院在判 这样子呢 才会让大家obited law 遵从这个法律 可他说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第三个部分 这个部分叫什么 moral system 道德系统 道德或伦理系统 什么意思 他的概念其实非常简单 他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跟人家说规定不偷不抢 然后呢 你要让人家尊重法 他就派一堆警察在路上巡逻 对不对 派一堆警察在路上巡逻 对不对 派一堆警察在路上巡逻 可是呢 如果你仅止于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要派一百个警察 在整个社区里面巡逻 天天去看说 贼又偷又抢 这样子 可是呢 他就说 如果你有一个伦理体系 这个伦理体系说 你偷东西抢东西的人死后 会下地狱 搞人家老婆的呢 会下地狱 像这种东西 那如果大家也相信这个事情 我就不用派一百个警察 我只要派两个警察或十个警察就可以了 所以他讲的是第三个 你要有这个moral system 你要有这个moral system 那当然这个 2000多年前那个孔子也 也发现这个事情 他就说 那个 你有法律 然后透过 暴力的 那个政府的压迫 人家会执行 可是呢 如果你让人家 心悦沉默觉得这是道理的 这个我们发自内心要遵守 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他当然是弄谁 他也讲这个东西 他也讲这个东西 那 所以如果 大家呢 整个社区的人呢 都心悦沉默知道说 不偷不抢 是对的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偷抢 会下地狱 那如此一来呢 整个社会呢 大家自发的遵行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派一堆警察 在路上选择 我可能就可以 大幅的降低这个 派这个 大幅的降低这个 第二部分的成本 大幅的降低第二部分的成本 那谁来做这个事情 当然 第二个事情是军队跟警察来做这个 第三个事情是谁来做 第一个是庙工 庙工 庙工嘛 在庙里面这些庙工 庙工跟你说 你不偷不抢 抛抢东西会下地狱 就在警察没做到 老天会发现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 学者 所以学者也有这个庙工 类似的 学者 学者可以一天跟人家说 这个 我们法律规定是这样子 这后面有他的道理 符合人性 所以你要遵从 学者作家 作家 作家 就是做这个事情 这个庙工 讲庙工 他实际上你玩十一帝国 就知道你没有懂 这叫传教士 那个一打就死了 传教士有没有厉害 就要去别人的称 那别人的称 就变成 像这种庙工 就庙工 就庙工 好像就是庙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笔杆子 笔杆子 pen 这个叫pen 那所以这个pen呢 这个pen是什么呢 是justify这个系统 justify这个系统 让人家心悦臣服 来相信这个事情 相信你讲这是对的 那让人呢 就会自动去遵从这个法律 那相对来说呢 相对来说 就不需要用 找一堆枪杆子在路上 不需要找一堆枪杆子在路上 可以大幅减低的整个执行 这个财产学的这个成本 有一个人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事情 我刚刚讲 那个道格拉斯弄的说 你要顺利执行这个财产体系统 你要有三个component 第二个跟第三个 你要有B杆子 要有枪杆子 有个人清楚的认识到这个本质 这个叫毛泽东 毛泽东说要控制一个政府 要控制一个国家 你不能只用有暴力 你两个都要抓 笔杆子跟枪杆子都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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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是厉害的 厉害很兇盛嘛 他知道笔杆子跟枪杆子都要抓 那这样才可以让人家 心悦臣服的相信你的领导 相信你错的是对的 因为这个行为限制里面 除了说不投不抢外 当然还有一些政府单位 还会有一些希望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行为限制 包括说你要支持政府 像这种东西 你要支持政府 要支持政府 那政府跟你收钱的时候 你要快快交钱 这个叫收税 这个叫收税 那黑道就只有你第一个部分 他就派军队出去跟你收保护费 那政府自己 把钱吐出来 你快快把钱付在心悦臣服 当然有人是赌兰 赌兰不加 没关系 军队还不会出现白衣去抓到警察去 抓到警察去关 再抵杆子参赶子都要 那关于第三阶段 那个重要性呢 他有个有趣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提 我刚刚最前面有谈到copyright 这个东西 对不对 copyright的这个东西 copyright的这个事情 现在呢 很多人 很多人觉得说 城市码是一种财产 所以我们是拥有copyright 你不可以随便拷贝我的创作 拷贝我的东西 可是相对来说 也有一堆人相信copyright 这个东西是我的财产 然后你不可以 这个东西 就是我刚刚讲 很多人相信copyright 所以相信城市码这个东西 应该是open的 像知识一样 散播出去 所以如果你散播出去 你拿这个东西 你当然也可以执行 很多人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我要跟你说 现在很多人对于城市码这个 是不是算财产 那可以怎么使用它 合理的使用范围在哪里 还有很多讨论 那所以它会造成什么现象 造成说 就城市码这件事情 就我刚刚讲的MP3 这个事情 现在是没有一个定调的moral system 没有定调moral system 对不对 你去问大家 你去问班上的同学去问 你说我可不可以去全家里面 随意的把饮料拿出来 就把它喝掉了 大多数人都说不行 对不对 大家都说这个是错的 可是呢 我可不可以 随意的去某个游戏网站 download那个游戏下来玩 如果去download流出版外看 去日本的 这个很多人可能就不觉得这是错的 所以其实我要讲述 现在没有这个普遍的moral system 那如果没有这个普遍的moral system 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什么 政府有没有可能确实执行这条法律 我们的法律里面是有讲财产权这个东西 sorry 是要讲智慧财产权这些东西 他们是有讲MP3的那些 可能有的没有东西 所以当年2002、2003年的时候 承大MP3之前检查官去 承大男生宿舍中所 他们是愚发有据 是愚发有据 愚发有据 可是问题是 我要讲是什么事情呢 我要讲就是说 可是现在没有这个moral system 所以你可以想听得到说 现在这个法律有没有彻底的执行 不可能彻底的执行 因为一大堆不理他 一大堆觉得这个东西是唬烂 甚至觉得说 你为什么定这个东西就是 美国帝本 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所以我们才有这条 这条基本上不合理的 不用理他 不用管他 我还是可以去找流出版来看 我还是可以去下载MP3 我可以去 拷贝克斯康的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要确实执行怎么办 他就要养一大堆网路警察 跟智慧才在这边警察 对不对 政府就必须要养这个 那天天去各大学 男生宿舍搜索 你有没有流出版 你在底草面放出来 就必须要养一大堆这种东西 那刚没合 没合啊 没合啊 对不对 政府不会养一堆这种东西 那经费不够 预算不够没有办法编列 所以就只有呢 少少的这些警察在做这个事情 那结果就是 这个浮法不足以至今 所以就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Moral System的重要性 Moral System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还在讨论 还没有一个界定同样的Moral System 可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不可以去全家里面 随便拿眼镜出来喝 不可以 大家都很相信这个东西 相信这个东西是对的 所以呢 我们也不需要太多警察 天天站在全家里面守护着 然后拿一个 拿那种长的步枪在那边等 你竟然抢警察 我就把你干掉 我们就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就没有这种东西 因为大家都 心悦成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 所以这个就是Moral System的重要性 这个Moral System 庙工 作家 学者 你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所以当然 我们还是需要警察的存在 可是你就不需要成本那么大 就不需要成本那么大 那到底哪一天 最后Copyright 或者还是Copyright 可是你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要问他们 法律专业的 或是 资工资管专业的 人家就有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很多多方的论战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现在在整个市场上 也是 在软体市场上 也是很多种 很多种版本的 Copyright 这种软体的 或是程式码 这个权力是各种版本的都有 或是各种版本的都有 或是各种版本的都有 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是我的权力 你不可以侵犯 那另外一部分 你觉得说 大家可以随意口碑使用 这个就跟文章 是可以穿看的 那到底哪个东西 对整体的产业发展有利 这个还很难做 这个还很难做 好啊 虽然这个部分是给大家 关于财产权的一个概念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没有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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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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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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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呢 如果有个规定财产权的体系 做什么东西财产 那大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所有人可以做什么 这些东西规定完以后 你要确实的去履行它 你需要哪些component 需要哪些元件 我们说除了你这个法律定在那边以外 财产权体系法律定在那边以外 你其实还要政府的机关去执行它 要有个警察军警这个枪杆去执行它 那另外你也要有个体感 去justify 去合力化这个仪器 让大家心悦的称国去想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说 如果有社会上有某些资源 那这个资源呢 没有规定财产权 没有设定财产权 没有说这个是谁的 然后大家可以怎么用不可以怎么用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这样想很抽象 我直接拿个例子来说 比如像说如果今天在社会上 有块工地 这个就是共同使用的一块 共同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一块地 这个地很像公共草原 一个公共草原 没有规定说公共草原是属于谁的 没有就是放在那边自然的 没有人的 没有人的 也没有说谁可以怎么使用它 都没有讲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叫做工地 悲剧 村里去有康马 村里去有康马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用个例子来说明它 这个例子呢 如果你是用新版的教科书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286页 这个是table十之四 他有在讲这个事情 好 我们来用个例子来说 假设有个村落 他这个村落呢 有五个人 有个居民 有五个居民 有五个居民 那想一下这五个居民呢 今天呢 大家各有一百元 各有一百元 那这个各有一百元呢 他可以怎么使用它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利用公共草原 另外就是自己干自己的 所以说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 可以把这个钱呢 拿去纯银行 纯银行 纯银行 现在不达成公共草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他可以买羊 然后来利用这个公共草原 买羊 然后来利用这个公共草原 那什么要利用这个公共草原呢 就是说 在公共草原上放牧 在这个公共草原上放牧 公共草原上放牧 放牧 然后第二年再卖出 第二年再卖出 第二年再卖出 然后我现在说呢 因为这个公共草原呢 是没有规范财产权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呢 如果你有资源 没有规范财产权 没有说这是谁的 大家都可以来 随意使用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现在就讲说 这个公共草原呢 这个公共草原是 没有财产权 没有财产权 无财产权 没有财产权 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意来使用 大家都可以随意使用 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果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先来看 你看 你呢 这个村落呢 有五个居民 那现在呢 你每个居民呢 都有一笔钱 那你有这笔钱呢 你可以呢 买羊 然后就来利用这个公共草原 这公共草原就是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随便利用 就是买到你的羊 你就去放牧 那另外一个人说呢 你就拿这个墙呢 你拿这笔钱呢 你不要利用这个公共草原 你就说啊 这个人家要用给他用 我没有用 我把这个钱呢 拿去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拿去存银行 拿去存银行 那我们来看说 你呢 做为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居民呢 你觉得你是要把钱拿去银行好 还是说大家都在用 我应该也去用一下这个资源 我们来讨论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 我们就先把说呢 如果大家怎么来使用这个资源呢 会 他大家的总的收益 或村庄的怎么收益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在草原上呢 放牧这个羊群 就是要来利用这个公共的资源 利用这个公共的资源 我们说呢 这个草原上呢 因为这个 这个村落呢 有五个 有 五个军民 所以草原上呢 如果大家都去运用它呢 那就会有五群羊 就会有五群羊 可是呢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去运用它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 可能有五群羊 最多就是塞到五群羊 最多就是塞到五群羊 这个草原上最多就是塞到五群羊 那随着羊群的增加呢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羊呢 在上面 也都会有不同的收益 来 我这样讲可能还不信 我把它先写下来 大家呢 怎么样利用这群羊 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个草原 就是你去买羊 那把羊呢 放去那个草原上放木 那放木完以后呢 第二天再把它卖出 第二天再把它卖出 可是有个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喔 这事情是这个样子 草原呢 如果这个草原上面 只有一个羊群 只有一个羊群 那这个草原就是这个羊群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一群羊的 那如果是这群羊的话 这群羊呢 就草随便都是给它的吧 随便它吃 是不是可以养的比较肥 这一群羊呢 就会养的比较肥 所以如果草原上只有一群羊呢 第二天它的卖出价呢 就会是变成是126元 我们现在这样讲 就会养的比较肥嘛 但也可以想像说 如果这个草原呢 这是虽然是公共的 大家都可以使用 可是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这个草原上 挤了两群羊 羊群羊的话呢 那每群羊可以吃到草 是不是就会比较少 会比较少 所以就可能没有像 只有一群羊 只有一群羊 整个草原都是你的 随便奔跑 随便吃草 爽得很 第二天就会肥肥胖胖的 那就可以把它载来吃126块钱 这群羊可以买126 如果有两群的话呢 可能没有办法随一跑 可是呢 还是有很多草可以吃 不过你就知道说 可能竟然没有羊那么胖 所以呢 羊呢 它的每群羊的 每群羊的那个价 它卖出价格就会变成是119 这个就是每群羊的平均卖出价格 每群羊的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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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均价格 然后呢 如果挤了三群羊呢 那就更挤了 那就每群羊平均卖出价格是116 四群羊呢 116 如果五群羊的话 五高贴 五高贴 非常急啦 然后那个草也吃不够 草也吃不够 所以平均每群羊呢 价格就会变成121 所以说一群羊的话 你知道这群羊就可以吃的肥肥胖胖 又四处奔跑 超熟的 所以就很肥 五群羊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挤来挤去啦 所以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羊呢 就养的比较不胖 养的比较不胖 然后你从这里面呢 你就可以来算到说是收益 你的收益 你的利润 你的利润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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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羊那边得到的利润 这个是利润 村民的利润 从羊来面得到村民的利润 你可以看 那如果今天草原上只有一群羊 这群羊呢 卖出的价格是126 所以呢 每个村民呢 如果这一群人的话呢 只有一群 不算一群羊 一群羊的话呢 这个村民呢 他从这个羊上面 他赚到的利润是多少 126-26 -100 所以就是26 26 那如果是草原上有两群羊 这下来呢 每群羊变得比较瘦 所以每个村民从羊里面得到收益是多少 就会变成是19 对不对 119-100 都会变成是19 好 三群羊的时候呢 你从羊身上得到的利润呢 是16 四群是12 五群是11 知道啦 没有问题嘛 没有问题这个 好 好 所以 你知道说 随着羊群的增加 平均每个村民 好 从羊身上得到的利润呢 会下降 那为什么会下降 因为草原是有限 那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那羊就不会养胖 羊不胖 就比较 要赚的不多 那做一群的话呢 那那个羊 羊就比较胖 就会赚的比较多 那 我们知道 每平均每个村民从羊身上的利润 就可以串出全村的利润 从羊身上得到全村的利润 全村的利润 从羊身上得到的利润 如果做一群羊做的呢 全村从羊里面得到的利润是多少 二十六乘以一群羊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两群羊的话呢 两群羊平均是十九 那乘以两群羊就是三十八 三群羊呢 十六乘以三 就是四十八 四群羊呢 就是十二乘以四 就变成四十八 五群羊呢 就是十一乘以五 就会得到无数 就会得到无数 所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全村从羊身上得到的利润 大概就这个样子 一群羊的时候呢 就要二十六 一群羊 那个人赚二十六 两群羊的时候呢 两群羊的时候呢 大概赚十九 每群羊都是赚十九 十九乘以二 就是三十八 三群羊是十六乘以三 四群羊是十二乘以四 五群羊是十一乘以五 十一乘以五 十一乘以五 那五 可是呢 你要知道 这个村落呢 不是只有羊这个生意 我刚刚在前面讲 你每个居民呢 都有一百块 所以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呢 你要来利用 这个草原 羊羊 在公共草原上 房屋利用这个草原 另外一个是呢 另外一个是呢 你呢 决定不要利用这个草原 你呢 把这一百块呢 拿去存银行 所以当我们谈全村利润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只有从羊 那这个不是全部的利润 因为有人 或许投资羊 就会另外有人去拿去放银行 就是说 我说不同的人 决定不同的利用的方式 所以你还可以再算一个 叫全村的总利润 全村的总利润呢 就是利息加羊 全村的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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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从利息的 跟羊的 加羊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全村呢 只有一个人 决定要去利用那个草原 就只有他呢 得到这个羊群26的利润 那其他人呢 去放银行 那如此一来呢 全村总利润 会是多少呢 这一个人赚26 另外一个人是赚12 另外四个人赚12 26加上12乘以4 所以是74 那如果是 两个人呢 决定要利用这个草原 那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两个人要利用这个草原 所以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呢 一个人赚19 乘以2 是38 另外三个人呢 会去损银行 所以是12乘以3 所以会得到74 知道我这个在干嘛 知道我这个在干嘛 这个是从羊的 这个是羊的 羊 这个是利用 有利用这个公共草原的 那这个呢 是没有利用公共草原的 没有利用公共草原的 所以如果只有 一个人利用公共草原 那这可能得26 另外没有得到的呢 他们就是去存钱放银行 存钱 那个 就去存钱把钱放银行 不利用这个东西 所以三个人的时候 三个人利用这个草原的时候呢 从草原上得到收益是48 从银行得到收益呢 会是多少 所以加起来会是64 然后四个人呢 四个人呢 四个人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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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个人去用这个 这个 这个草原啊 然后 第一个人呢 去用银行 最后一个人去用银行 所以各位是多少呢 我很想算错了 这个是72 然后这个是72 然后这个是64 这个是64 这个是65 诶 不对 这个是65 这边就是65 那如果只有五个人呢 只有五个人来利用这个草原的时候呢 那就是 不是只有我们 全部人都利用这个草原的时候呢 那全部人的收益是55 然后再加上没有人 来去存钱 没有人去存钱 那得到全村的总收益就是55 得到全村的总收益就是55 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课本上的例子很像是 课本上的例子很像是13 课本上的例子很像是13 然后13乘以4 会是52 对 课本上的例子是这个 课本上的例子 我刚刚 我讲 写错了 课本上的例子是这个 好 好 这个例子呢 如果看不清楚的同学 你可以去看那个教科书上的 这个 教科书上面的课本 这个 sorry 教科书已经课本了 教科书上面的那个 那个表格 Table 十字式 在教科书上面呢 如果你是用新版的 新版的这个 第六版的教科书 第六版的教科书呢 这会是 配分286页 286页 Table十字式有这个 课本上面的例子 这边是13不是12 是13不是12 好 好 那这个表有没有问题 至少在干什么啦 我现在要讨论的呢 我现在要讨论的是说 如果有一个公共草原 没有界定财产权 那大家都可随意来使用 那这个村落呢 有五个居民 每个居民呢 特别有一百块钱 你可以决定要来使用这个草原 或者不要利用这个草原 那如果你决定要利用这个草原呢 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收益都写下来 整个收益都写下来 如果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卖出的价格是126 你的收益是26 不是36 26 这个写的比较 六写的比较大 26 然后呢 两群羊的时候呢 平均每群羊是19 三群羊是16 四群羊是12 五群羊是11 五群羊是11 然后这个四群羊是113 然后113 好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表 这个表基本上你觉得也合理 对不对 草原上的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美群羊也 对这个比较挤嘛 美群羊得到收益就会越来越少 就会越来越少 好 那我现在来看 如果 如果我现在这样说 如果 如果 好 如果说 这个 现在这个 情况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各自来决定 决定你要不要去上面放羊 好 如果各自来决定 好 如果每个村民都自己来看 说我要不要放羊 到这个草原上面 我要不要放羊到这个草原上面 如果 五个村民 A B C D E 五个人 当这个草原上一群的羊都没有的时候 你做一个A 请问你要不要去利用这个草原 你会不会去利用这个草原 会 对不对 你把100块拿去存银行 你得12块钱 你拿去放羊的 得26 好 所以A进去了 B B这个呢 现在看到A进入这个草原 B 会不会进入这个草原 会 因为他进去的话 他就看到草原 现在只有一群羊 如果我进去的话呢 草原上就会变成是两群羊 两群羊的话呢 我会赚19块 那放羊堂会得12块 所以他会进去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 那C呢 如果草原上有两群羊的时候 C会不会选择进去这个草原 会 对不对 因为进去草原的话呢 赚16块钱 那 放羊堂呢 赚12块钱 所以他也会 那第四个人 D他会不会进去 他就是处在margin 对不对 他就是处在说你也可以进去 也可以不进去 对 进去的话呢 每群羊赚12 不进去的话呢 每群羊 你拿去放银行呢 也是12块钱 所以第四个人呢 他可以选择进去 或不进去 假设他进去好了 那这样草原上会有4群羊 那第五个人会不会进去 不会 第五个人进去的时候 看现在草原上已经有4群羊了 如果我进去的话呢 就会是5群羊 那我在我的羊 那我就只得到11块钱 那我会放银行的话 那我会放银行的话 我会得12块钱 对不对 所以如果各自决定的话呢 你会看到说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这个草原上呢 有4群羊 有4群 假设第四个人呢 假设第四个人呢 他就 那个什么 就是算一样的时候 他决定进去 他决定进去 所以各自决定的话呢 就会有4群羊 然后呢 一个存钱 一个人存钱 一个人存钱 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啦 如果大家各自决定的时候 如果大家都各自决定的时候 各自决定的时候 你一个人一个人自己 各自决定 草原上没有一群羊都没有的时候 你会有一群羊进去 只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第二个人也会进去 三群羊的时候 第三个人也会进去 如果已经有 兩群羊是第三个人会进去 三群羊是第四个人会进去 如果草原上已经有四群羊的话 第五个人不会进去 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啦 没有半群羊的时候呢 第一个人会进去 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第二个人会进去 两群羊的时候呢 第三个人会进去 三群羊的时候 第四个人会进去 那如果是四群羊的时候呢 那第五个人就不会进去 对不对 那第五个人进去的话呢 他知道他从羊身上收益得十一 放银行得十二 所以草原上会有四群羊 可是你在这边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全村总利润 我们来看全村总利润 如果从全村总利润来看的时候 草原上有一群羊 还是有几群羊 全村总利润会最大 一群羊或两群羊的时候 全村总利润会最大 对不对 如果就是说 如果你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今天呢 是村长 那你的目标呢 是让全村的总利润达到最大 请问你应该让几群羊 你应该放几个村民进去这个 再去这个公共草原 你不会放到四个进入公共草原 你只会放几个 你只会放到 你只会放一个或两个 你只会放一群人到两群羊进去 你只会放一群人到两群人进去 因为这时候全村总利润最大 全村总利润最大 全村总利润最大的时候 在草原上只应该存在一群羊或两群羊 所以说呢 如果有个村长 有个村长 那我们说这个叫集体决定好了 那集体决定的目标是要让 目标是要让全村总利润最大 全村总利润最大的时候呢 应该 应 应 只有 应该只有一群羊或两群羊在草原上 一群羊或两群羊在草原上 然后呢 另外四个人或三个人存钱 存钱 这时候呢 总利润是多少 总利润是 全村的总利润呢 会是74 可是呢 如果各自决定的时候呢 总利润呢 全村的总利润 全村的总利润 总利润 会只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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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讲的故事就这样 今天假设有关公共草原 之外公共草原是没有界定说这个是谁的 你大家都可以来放牧 你大家都可以来放牧 所以如果草原上没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第一个会进来 只有一群羊的时候 第二个会进来 只会两群羊第三个会进去 三群羊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村的总利润来看 最好的利用方式是什么 是这个草原上呢 只应该有一群羊或两群羊 最好的利用方式 最好的利用方式就是 对整个全村来说 对大家来说 总体利润会找到最大的那个点 最好的利用方式 整个草原上呢 只应该存在一群羊或两群羊 可是如果各自决定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会有四群羊 那这后面有什么利用 有什么深刻的意涵 有这个意涵我要跟你说 这后面的意涵是什么呢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当草原上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你从你这个羊羊的人呢 他会做到126的收益 126 然后卖出口来100万 他从这羊上 他会得到26的收益 可是呢 你看到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 当第二个人 当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看到第一个人呢 他在草原上有一群羊的时候呢 他觉得说我 一群羊 我竟然在这里面呢 我的收益 就会得到19 19 比我放银行的前12 所以我会进去 可是当他进去的时候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是本来放在 本来在草原上放过那个A 他本来在草原上他养这个羊 他可以赚26的收益 第二个人呢 说 哎 你知道一群羊我进来了 我赚19 放银行是12 我会进来 可是呢 当他进来的时候呢 本来那个第一个人 他不是羊 收益是26吗 第二个人进来 他的26收益就变成19了 他损失了7 那这个7 会不会是第二个人 care的事情 第二个人不care啊 我放第二只羊进来 第二群羊进来 你从26变到19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只考虑说 我放第二群羊进来 我赚19 比我12来的大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如果第二群人进来的时候 因为羊群在竞争 结果是让第一群 第一个人在里面放牧的 他收益减少了 可是第二个人 他不care这个事情 所以他会进来 可是他会对第一个人造成损失 同样的 当第三个人要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说 哎 那边有两群羊 我放地进来的话 那我是赚16块 我把银行我赚12 所以我会放羊进来 因为放羊比较划算 可是当他进来的时候 本来在草原上放牧的那两个人 本来在草原上放牧的那两个人 他们本来从羊群身上可以得到19 因为第三人进来 他们就从19 减到16 那第三人会不会care 我会care 因为那是他家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会看到个事情 就是说 当大家各自决定的时候 我的决定会影响到别人 可是不care 我也不要领他 那不是我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结果就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说在草原上呢 就会有太多的羊 那本来在里面养养的人 因为其他人进来 他们的收入就会下跌 可是因为这个 这个地是什么 这个草原是大家的啊 没有属于谁的啊 凭什么你赚26 我要放银行转12 不合理嘛 对不对 你赚 没道理啊 你赚26我放12 所以我也要放羊进来跟你抢 对不对 放羊进来呢 你从26降到19 你家的事情跟我无关 结果就是在这个草地上呢 就有太多的羊群在里面 那其实对全体村的利润呢 并不是件好事 对全体村的利润 整个来看 如果那个赚26 然后呢 其他的四个人呢 赚12 那74 大家把钱拿来分一分 那你会看到到 如果大家 今天这个村落是大家 羊跟放银行的 全部大家利润拿起来 得到这个总利润 就74 72 60 55 大家在除以五大家来分一分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应该是一群羊比较好 一群羊或两群羊会比较好 一羊羊或两羊羊会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呢 就叫做工地悲剧 如果说 这个草地 公共草地上呢 没有限制财产权 大家都可以随意来放牧 你就会看到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 凭什么时候 你在那边抓26 我放羊存蛇 不会啊 这没有道羊 我一定要去放牧 就我放牧 你从26降到是有一家的事情 那我也会放牧 结果就是大家都这么干 这么干 就是草原上呢 就会有太多的羊群 就有太多的羊群 那我们说这个就叫做过度放牧 这个就叫过度放牧 我把它写下来 如果各自决定呢 就会有很多的羊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叫做过度放牧 这个叫过度放牧 好过度放牧 好过度放牧 好 每增加一羊羊 进入公共草原的时候 会造成他的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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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所以当公共草原没有界定财产权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过度放牧的问题 好 就会看到这个过度放牧的问题 那我们说这个呢 就叫做工地悲剧 这个就叫做工地悲剧 好 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 那个 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呢 只是用这个公共草原当例子 然后一个举例 可是这个事情呢 在现实社会之中 我们很 我们很 很多地方都看得到这个事情 好 现实中的例子是什么呢 公海上的一夜资源 公海上的一夜资源 好 现在公海上的一夜资源就 就面临这样的事情 就面临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索玛利亚外海 索玛利亚搭造在那里东非嘛 出现很多海盗这样 索玛利亚的外海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那天外海呢 是公海 虽然可能很多地方不是公海 是属于索玛利亚的管辖 可是那时候索玛利亚进入军阀混战 他们也没有能力去管辖那一块 所以那一块就变成是 没有规定是谁的 原则上可能是索玛利亚的 它没有办法派出政府已经瓦解了 没有办法派出军队维系说 这个海是我的 结果是什么呢 世界各地的船都去那边捕 世界各地的船都跑去索玛利亚那边捕鱼 世界各地的船都跑去索玛利亚捕鱼 那个情况就像是这个样子啊 你在这个公海上只有一艘渔船的时候 你可以捕到一大堆 对不对 本来这艘应该是索玛利亚的船 可能应该是索玛利亚的船 可是索玛利亚政府没有办法限制 所以它的船在那边 其他国家说 哇这片海域渔业很丰富 那既然这片海呢 没有属于谁的 理论上可能是属于索玛利亚 可是政府现在就跑不到 所以大家都会起来 对不对 索玛利亚的人去 然后呢 日本的船也去 台湾人的船也去 台湾的远洋渔业 在海外的民生以前是很差的 台湾的远洋渔业 就是四处去跑去人家的公海里面 或甚至跑去这种庙林海 没有政府全力不抢的那些海 去给人家捕鱼 那捕鱼的方式就是用 台湾的那个渔业相对来说进步 用那种流刺网 脱网一大堆 一下抓就抓一大堆 一下抓就抓一大堆 那个情况就这样子 那这边还可能 现在就是没有人在管的 那你在里面抓26 那我如果不来的话 我就赚12 那我要不要来 我当然也要去啊 我去 我去的话你的遗院资源 就检查那你家的事情 结果就是大家全部都跑来捕 大家都跑来捕 公海上的领检资源就是这样 我来捕的时候呢 可能会什么 考虑到 对你的国 对他人他国 或是你的祖子 所以 比方说马利亚的这个渔业 可能人家是说 这个可能我们知智孙的 也会继续用 可是我又不住这里 对不对 日本的船 台湾的船 那你也不住这样子 那这个 以后的 你的人补不到就算了 我船有能力 我就到其他地方 你们补不到 那你家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来捕 大家知道 结果就变成是说 过度捕捕 就变成过度捕捕 变成过度捕捕 那我为什么讲索马利亚当例子 因为索马利亚海盗兴起 至少很兴起 据说最原始的原因是这个 据说最原始的原因是这个 大家虽然他们的外海捕鱼 捕鱼以后呢 他们政府又没有力量 他们没办法 村民就开始自慰 说这个 这块海是我的 大家都 都来过度捕捕 捕捕捕捕結果我的渔获就下降了 这样的话就组成智慧队区 外海驱逐人家 驱逐人家就有发现说 驱逐的同时 如果我把你抓起来 那是赚更多 所以后来就变成海盗了 后来就变海盗了 驱逐 驱逐的困难中 顺便把你抓起来 然后跟你勒赎 實在就變成惡名昭彰 後來就變成海盜 後來就變成海盜 所以公海上的漁業資源呢 就是鐵琴、公地、飛駒 就是這種情況 你可以看到對整體來說 對整個地球來說 公海上應該是怎麼樣 全村總利潤最大的時候 應該是只有一艘到兩艘的船在上面 你不應該幾艘四艘的船 你不應該幾艘四艘的船 那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怎麼來處理這種問題 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舉例來說 比如像我今天這個草呢 第一個做法就是說 五個居民大家團結起來 坐下來然後開會 說這個公共草原來 我們應該放幾艘船進去 我們只放幾艘船進去 幾群人進去 這是第一個做法 大家做起來 就像我剛剛講的 集體決定大家做起來 現在我們的做法就是這個樣 公海上現在大家怎麼做 組成那個什麼 組成那個 勾國會議 對不對 讓岩頭國出面 就大家全部坐下來 我們來討論 在這個 這個公海裡面呢 餘獲量頂多之後 到哪裡 再多問就不行 現在是這樣討論 現在是這樣討論 那通常情況是 還是會有多少跑進去 還是有多少跑進去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碰到這個問題怎麼辦 那 那 集體決定嘛 大家坐下來好好喬 說 只能放幾群人進去 那可是只能放幾群人進去 你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 場 那只有一群或兩群羊 哇 那 這一個人 這兩個人 他們就是賺26或賺19 啊 我賺12 對不對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誰要進去 他就有碰到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好 不然這樣子好了 你進去你賺16或29 那你賺到錢人拿出來大家順利 那這是第二個做法 如果你只放一群人或兩群人進去 那一定會有剔毒欄 就是說 憑什麼其他人賺12 你進去的人賺了29跟19 這個說不過去 然後就會變這個 那當然很多時候我們在公海上 討論這種漁業之類的之後 很有可能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說 只能放一群人或兩群人進去 結果是有10億人進去 有10億人進去 那最後大家就會 這樣大家就會 喬不喊誰 就會喬不喊誰 喬不喊誰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呢 把這個公海呢 我會把這個公共草原 化成是誰家 這是另外一個做法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做法 大家集體決定 坐下來 大家好好談說 到底該放哪群人進去 誰可以進去 你進去賺到錢 大家要怎麼分 像這個公一集體決定 第二個就是說 所以這塊海是誰的 公海上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這樣 我就開始畫說 這塊海應該是誰的 或是說這個公共草原應該是誰的 如果我把他畫定 說這個公共草原是誰的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情況會怎麼樣 我們看情況會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說 如果今天說 我好像預設筆來寫 如果我今天說 公共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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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 草原 屬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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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 進入要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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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今天說這個公共草原是某甲的 你進入要收錢 請問情況會怎麼變化 第一個你要先問的是 所以這個甲要怎麼收錢 這個甲要怎麼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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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那個作業 最後一題是這種題目 大家要想像 如果你今天是甲 這個甲 公共草原是你家的 然後你跟人家說 今天這個不是公共草原 你要進來上附可以 來我跟你收錢 因為草原是我在維護的 請問你要怎麼收錢 第一個 你呢 收14塊錢 你來收14塊錢 我用綠色筆把它寫下來 我把綠色筆把它寫下來 我把它寫下來 這邊來 等一下 你要收錢 如果你說 收14塊錢 那個 你就會入場費 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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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選擇是 收14塊錢 如果收14塊錢的話 請問草原上會有幾群羊 沒有羊嗎 沒有羊過一群羊 對沒有羊過一群羊 14塊以下 就是沒有羊到一群羊 超過14塊 就是沒有羊 可是14塊的話 就是一群羊 對不對 假設一樣的時候 一個人會進去 一群羊 一群羊 所以如果你說14塊以下的話 超過14就沒有了 14以下就有一群羊 那第二個 你也可以收多少 7塊錢 對不對 7塊錢 7塊錢的話呢 是幾群羊 2群羊 對不對 2群羊 那你也可以收多少錢 4塊錢 對不對 4塊錢 4塊錢的時候呢 就是3群羊 3群羊 好那請問 你要收多少錢 你賺最多 1群羊的時候呢 1群羊的時候呢 你是賺14塊錢 2群羊的時候 你也是賺14塊錢 3群羊的話 你賺12塊錢 所以你會怎麼收 如果今天這個草原 是某一個人 某一個人 這個假擁有的 然後他就說 來大家來放牧 可以 我收入場費 最後呢 他會收14元 或是7元 對他會收14元 或是7元 對他會收14元或是7元 對這是他定論會最大 結果我們就會看到 所以草原上面 最後會有幾群羊 一群羊 或是兩群羊 結果這個剛好是 全村利潤最大的點 有沒有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東西了 如果公共草原呢 他是屬於 就是說沒有規定財產權 大家都可以隨意進去使用的話 那結果就會造成過度放牧的問題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屬於誰的 某些人使用的 那他說要收入場費 你就不會看到這個過度放牧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規定財產權所屬的時候 可以有效的 可以讓資源的運用 相對來說達到比較有效率的地方 可以達到 相對來說達到比較 資源的使用達到比較有效率 這個個人呢 這個某獎 他會想說我要賺最多錢啊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想說收入場費 結果就是說 你就看得到 他就會 他會 他會 限制進來的人的人數 他會限制進來的人 他就不會讓你過度放牧隨便使用 所以現在解決公海上面的支援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你看我就把這種海化成是 某個國家聯盟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化經濟海域嘛 然後化出去 哇兩百海裡 雖然兩百海裡都是你來管 那天天都派船在外面取落 那就不會有其他國家來使用 那當然這個 資源的使用呢 就不會是一下幾大堆井來埔老 可能就是限制在一群或兩群這樣子 一群或兩群這樣子 所以 界定財產權呢 界定這個財產權呢 你就可以讓這個資源的使用 比較有效力 比較有效力 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這個公平培局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OK啦 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休息 休息 大概十分鐘 那個 那個 那個沒有休息一課的同學 那個 等一下 那個下課以後 記得留下來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助教 等一下會來 然後會跟大家 喬一個就是說 大家可以 可以那個 可以 就是說 合外點擊自己的實驗 因為 沒有休息一課的同學 沒有去 去那個 平常沒有寫作業 小早到 沒有寫作業小早到 所以 如果你們需要 有人幫你解答 作業小考 跟集中考 集中考 那個 等一下 沒有休息一課的同學 可以留下來 另外有助教會來 然後大家會來 安排看 來喬一個說 大家都OK的時間 然後來給大家 那個附近 如果你有休息一課的同學 你要額外來參加 也沒有意見 也沒有意見 OK 那這個是 等一下請沒休息一課的同學 注意一下 好 那剛剛那個 下課的時候 很多同學來問我這個問題 就我們剛剛可能沒講清楚 就是說 我說 這個如果 整個村有個公共草原 那這個公共草原 如果沒有借頂財產權 就不知道是誰的 大家都可以來隨意使用 之後 我們會看到造成共度 我們看到 會看到造成過度放牧的問題 然後會造成過度放牧的問題 那我說呢 解決辦法有兩個 一個是說 要嘛就是 大家全部的人坐下來喬 說 OK 以全村總利 總利潤 全村的角度來看 怎麼樣 對大家最好 那來喬說 這個草原 只好一群或兩群羊進去 那大家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那誰可以進去 進去的人會賺比較多 所以你進去賺比較多 你這個多多少錢 要怎麼來回饋給大家 大家一起來分 這是第一個 那我說呢 第二個辦法是說呢 比如像這個草原呢 如果是某甲的 大家進來都要收入場費 那樣子呢 也可以達到效果 那怎麼樣呢 我們剛剛沒有講清楚 我再跟大家說一次 就是說如果這個草原 今天是屬於某甲 進去都要收錢 那他呢就收這個入場費 這個收這個入場費 那第一個 你就想說他這個入場費 可以怎麼收 他如果收到十五十六塊 舉例來說收十六塊 收十六塊的話呢 請問會不會有人要進來放牧 不會 為什麼 所以我一群羊的時候呢 收益是一百二十六 這個一百二十六是這樣 你今年有一百塊買羊嘛 對不對 然後去放牧 放牧明年變得一百二十六 然後你把它賣掉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六 再減掉你本來的成本 本金一百塊 所以你多賺二十六 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入場費是十六塊 你就多賺二十六塊 二十六塊再扣掉入場費 十六塊你只有賺十塊 這樣你放米湯好 還是去放牧好 你就會是放米湯好 所以如果是十六塊十七塊的時候呢 沒有人會進來 十四塊呢 剛好是那個邊界 零界值 比十四塊錢還要低 比像十三塊 十三塊的話呢 草原上會有幾群羊 就會有一群羊 因為他那個放附近啊 一百二十六 隔年賺一百二十六 隔年賣掉羊 一百二十六 扣掉本金一百塊 就剩下二十六塊 二十六塊在扣掉入場費十三塊 所以他會賺比放米湯好 所以這個十三塊會有一群 十五塊呢 會有零群 十四塊呢 剛好是零界值 那個你去放羊也好 不放羊也好 可是就是一群羊 這是十四塊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 都是一群羊 七呢 第二個零界值 會有兩群羊 怎麼說兩群羊的時候呢 每群羊平均賺十九塊 對不對 十九塊的話呢 你扣掉七十二塊 就放羊也好 所以如果我收入場費七塊的時候呢 就是兩群羊 所以一樣 七、六、五 都是兩群羊 四塊呢 四塊就會是幾群羊 四塊錢就會是三群羊 四、三、二 都會是三群羊 都會是三群羊 所以就可以看到 十四元到七元之間 十四元的時候 十四元就是這個 你賺最多的 你直接收到十四元 那假設十四元的時候 那個第一群羊進來 所以你會有一群羊 七塊呢 也是兩群羊的時候 你賺最多的 兩群羊 四塊呢 是你賺三群羊 這樣子 所以這個十四、十四、十二 是什麼 剛剛同學來問這個 就是假的收益 這個就是假的收益 對不對 如果他今天入場費收十四塊 假的收益是什麼 十四乘以一 他的收益就是十四塊 假的收的入場費 這個收益是從入場費來的 如果是兩群羊的時候 一群羊你收十七塊錢 兩群羊就是七塊錢乘以二 你就是收也是十四塊 三群羊你收入場費是四塊錢 三群羊就是四乘以三 就是十二塊 所以這個十四、十四、十二 這個是假的收益 所以如果是對假來說 他要賺最多的錢 他要賺最多的錢 他的入場費應該要收到 收十四塊錢 或是收七塊錢 對不對 他也可以收十三 也可以收十二 他就是一群羊 你就是賺十二塊或十三塊 如果你收到十四塊 就剛好那個零件子 所以剛好就一群羊進來 就收十四塊 如果你下一個零件子是什麼 你就收七塊 七塊的話是兩群羊 所以你就是七塊的話 兩群羊就是七乘以二 那你就是得十四塊 你就是得十四塊 所以這個是假的收益 所以你就看到假 如果他要收益最大的話 他要放幾群羊進來 他要嘛放一群羊 要嘛放兩群羊 他就是收要嘛十四塊 要嘛七塊 要嘛十四塊 要嘛七塊 那結果你就會得到說 如果這個公共草原是假的話 他只會放群羊或兩群羊進來 結果這個是對整個草原的使用來說 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一群羊或兩群羊 沒有過度放牧的問題 了解了齁 剛剛下課來問的同學 這樣說應該OK啦 這樣說應該可以理解 有沒有什麼不清楚的 十四十四十二這個是假收益 沒有問題啦齁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OK 好那沒有問題 我們再繼續來談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公益悲群是什麼呢 如果社會中有某個資源 他沒有設定財產權齁 未設定財產權的話呢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說會發生像那種 資源過度使用的問題 過度放牧 資源過度使用的問題 資源過度使用 這個資源會被過度使用 會過度使用 會過度被使用 好那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財產權沒有界定清楚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也是因為 資源沒有被 沒有被設定財產權 然後 那我們現在要談另外一個狀況 這個叫做外戶性 這個叫外戶性 大家可能會常聽到這個詞 外戶性 外戶性有些時候是 財產權有界定清楚 有些時候就是沒有界定 然後Anyway都是屬於 沒有界定清楚的情況 那外戶性就能分兩種 一個叫做外戶成本 一個叫做外戶效益 那什麼叫外戶成本 乾淨的空氣跟水是大家的 水力汙染沒有人處理 沒有人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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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像這種情況 因為沒有人會理 我舉例來說 你家的院子是你的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人家走過去 亂丟垃圾 你會不會不爽 會 所以你會不會設置器 雖然人家不能來亂丟垃圾 會 他要亂丟垃圾的話 你要跟他怎樣收錢 要收清理費 對不對 有這種情況 空氣跟水 比較水域 水域如果是你的 這個服是你的 人家要來偷丟東西 你會不會不爽 會 所以一直丟 你會不會設限自己抓他 會 如果抓到 他會不會揍他一頓 或是讓他罰錢 會 可是如果水域是大家的 人家來亂丟垃圾的時候 你會不會 不會 不會 對不對 因為乾你屁事 要不然就是政府要去 政府也不是 處理誰 政府是另外的問題 要處理這種外付成本 OK 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水域不是大家 人家來亂丟東西 亂丟垃圾 亂排廢水 你會不會淋 不會 因為那 湖不是你的 所以外付成本是這個樣子 舉例來說 乾淨空氣水是大家的 所以 亂丟垃圾 亂排廢水 所以廢棄的時候 沒有會淋 那就會有這種外付成本的問題 工廠生產的時候 隨意排放會處理的廢氣 廢水 沒有會淋 因為這個空氣啊 水啊 是大家的 沒有監禁清理商量 他是隨便排放 沒有了會淋 那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他就可以把他的成本 我們說把他的成本 外部化 什麼意思 你如果今天工廠生產 他一定會造成一些廢棄物 對不對 一定會造成一些廢棄物 如果廢棄物呢 丟到你家院子裡 你會去跟他罰錢 會跟他收錢 所以他不能夠丟到你家院子裡 他要找台車把垃圾裝好 然後開車開去可以放的地方 然後付錢給人家把垃圾丟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他要付的成本 可是今天廢棄跟廢水不是這個樣子喔 廢棄跟空氣沒有財產權嘛 對不對 沒有財產權 所以他休息要找人來處理他 然後休息要找人 休息要找人來處理他 休息要把他運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把他丟掉 他不需要 他就隨意排放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就叫做外戶成本 我們就叫做外戶成本 或者廢水也一樣啊 他也不需要處理啊 也沒有外來理他 然後我就隨便的 把他排到水溝裡面去 隨便把他排到水溝 排到湖裡面 這種呢 我們就說外戶成本 這個就是外戶成本 就是說有些成本你應該要付 像我剛剛講的 你那個廢棄物 你應該要處理好 找人來债啊 送到該债 你不需要付 因為你把他丟到那種 沒有位置的地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把那個供需線畫出來 我們說 一般來說 比如說這個是石化產品 比如說這個是石化產品 石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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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石化產品的市場 這個供給線呢 背後表示是邊際成本線 邊際成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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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呢 這個 這是完全經濟市場 所以你知道 supply線後面是邊際成本線 他假設他的成本呢 他每一塊到自己出的時候呢 我們就得到這個供給線 跟供給線 那這個需求線 是大家對石化產品的需求 供給是他的 他的這個 他生產這個石化產品的需求 成本 那可是我今天講說 假設他今天可以這個樣子 隨意排放未處理的廢期跟廢稅 他應該要找人來 來處理這個東西 可是他沒有處理了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我說的 有些成本呢 他就外付化了 就是說 他應該要付的錢 他不用付了 他不用付的話 他的成本是不是降低了 對 他的成本就會降低了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成本如果降低的話 你就會看到供給線呢 會外溢 供給線會外溢 供給線會外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會看到什麼呢 你就會看到 本來呢 假設呢 整個社會呢 對石化產品的均衡的價格 跟數量是這樣子 因為他有些成本 他不需要自己付 他不需要自己付 我當然講 這個叫做 有些成本不用自己付 有些成本呢 成本呢 不用自己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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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呢 我們說這個叫轉嫁給社會 轉嫁給社會 轉給社會來付 就像我剛剛說的 那個水呢 空氣呢 是大家的 我就把它不用處理 我就把它丟出去 這個空氣變得很臭 誰來負責 誰 這個空氣變得很臭 變得很 有毒 這個情況實在擔 住在旁邊的人 大家都來擔 住在旁邊的人 大家都來擔 工廠老闆 他可能是住在山裡面 可能沒有差 他可能沒有差 他可能他的員工 可能是旁邊的居民來擔 他沒有差 這種情況就是 有些成本他不用自己付 他把它轉給旁邊的人 讓整個社會來付 這種情況的時候 他成本是會降低 他生產這個東西的成本會降低 生產工業成本會降低的話呢 你就會看得到什麼事情呢 你就會看得到說 所以他生產的數量呢 跟價格呢 會更低 因為當然他生產的成本降低了 生產的成本降低了 他當然就可以用更多的 更低的價格去 去給消費者 給消費者享受 給消費者享受 那產量呢 也會更多 產量會更多 那 那 你就會看到這個 叫做新的供給線 這個是新的供給線 新的供給線 那這樣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這樣結果 你會看到什麼 當有些成本他不用自己付的時候呢 轉給社會的時候 供給線會外移 供給線會外移 所以生產的產量會變多 價格也會變低 消費者 of course 會得到一些好處 可是你仔細看看喔 這個時候呢 當產量是Q.9的時候 實際上真正的成本是多少 可不是這個P.9 實際上真正的成本 當他產量變多的時候呢 實際上真正成本 應該是比較高的這個點啊 這個我們說這個叫做 這個我們說這個叫做 真正的成本 他真正的成本 這個真正成本 我可能給他說這個叫做P 真正成本 這個叫做三角形好了 真正成本 當產量是Q.9的時候 真正成本的成本呢 其實是這個P三角形這一塊 那為什麼現在消費者不需要付那麼低的錢 不需要付那麼高的錢 因為有些錢呢 讓別人去付 誰來付 他排放廢氣 他排放廢水 在那邊吸廢氣廢水的人 他還付這個錢 那他賣得多 那當然他的利潤也賺得多 廠商的利潤也賺得多 廠商的利潤也賺得多 可是這些利潤呢 是他把他應該要付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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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空氣把水弄乾淨這個錢 他不用付 那他不用付 有些好處呢 他分享給消費者 消費者也不用付 誰倒楣 住在工廠嗎 別人倒楣 那如果從整個這個 那個那個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當價格是P prime的時候 當價格是P prime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 這個 我看看 用藍色筆來畫 你可以看得到 當價格從 當他不用付 不用自己付的時候呢 廠商的這個什麼 廠商的 廠商的 廠商能夠分享給消費者 剩餘又變多 對不對 現在呢 賣的東西呢 現在賣的東西呢 價格變得便宜 量又變多 消費者剩餘變多 那 生產者剩餘呢 生產者剩餘呢 看起來也變多 看起來也變多 生產者剩餘是這一塊 交易的量更變多了 那價格變低了 交易數量變多 你看起來很像整個社會福利提升 可是你忘記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每單位 生產每單位的東西 會有一些成本啊 這個成本是什麼 你生產每單位的東西 像這個石化產品 你需要把水跟空氣弄乾淨 才可以排放 你現在呢 有一大塊東西 你是沒有付掉的 你是沒有付掉的 就是什麼 紅色的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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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應該要付 可是你沒有付掉的 好 結果你就扣掉以後 你就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說 有一塊 是社會福利的損失 就是這一塊 你們有做過那個 你們有做過那個 題目 那個上次 討論社會福利的這個題目 可能對這個情況 對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情況有些事 我記得助教有講這個東西 就講這個東西 你就會看到說什麼呢 當 廠商呢 當廠商呢 他有些成本 他不要付 可是他沒有付 轉價給 復合的時候呢 他的成本降低 他的成本降低的結果呢 他的產量會變多 他的價格會變低 好 Sorry 好處呢 有些好處他可以分享消費者 然後有些好處他自己吃下來 因為他不用再付這個錢 可是呢 應該 在這裡面呢 在這裡面 在生產這個過程裡面呢 有些 你應該要處理的成本 你現在沒有處理 把他轉嫁給旁邊鄰居的人 轉嫁給旁邊鄰居的人 旁邊的鄰居很倒楣 可是就整體社會服務的觀點來說呢 其實也會有一對無謂的損失 這個無謂的損失 就是這個三小型的這一塊 也就是說 對 你說 你生產得到好處 消費者消費者得到好處 OK 你的好處變多 消費者的好處也變多 可是呢 在扣掉說 這些旁邊人心理廢棄的成本 扣掉以後呢 對整個社會來說 其實是變得更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外戶成本的問題 而且我要跟大家強調 今天台灣這些石化產品 他們排放的廢棄 它的那個產地 它的那個消 但是它那個生產的那個市場 是不是有台灣 生產的地方是世界各地 所以其實如果 像那個 台灣很多這些石化廠 它沒有妥善的 把它的空氣處理完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價格電力產量變多 消費者剩餘變多 消費者 它把一些好處轉給消費者 可是消費者在哪裡 消費者在世界各地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說 好處是國外的人在單 他們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去買石化成本 可是壞處呢 壞處是在工廠好 變成這些賣掉的人在單 是台灣的人在單 它當然賺到一些好處 可是呢 真正這一大塊 紅色的那一塊呢 就是台灣人 大家不可以來幫你單這個成本 幫你單這個成本 這個是外戶成本的問題 外戶成本的問題 那 有些詞呢 有些詞會 我把它寫下來 但它成本降低的時候呢 這個新的S' 我們通常說 這個叫做PMC 這個叫做私人的便宜生產成本 P是Private 你在教科書上面 課本教書上 可能會看到這個東西 PMC 這個私人的生產成本 私人的生產成本 生產成本 然後呢 S呢 一般來說呢 就是它原本應該要附的成本 我們說這個叫做SMC S是Social的意思 通常就是說 因為我們說供給線 背後代表是根基成本線 那這個是整個社會 或是真正 私人加上社會 私人或加上社會 或是說真正的生產成本 或是真正的生產成本 真正 全部的生產成本 真正全部 全部的生產成本 所以呢 那個 那個 SMC 減掉 PNC SMC 減掉 PNC 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 它把成本呢 轉嫁到其他的重能上面 這個 我覺得這個就叫做外付成本 這個就叫外付成本 這個就叫外付成本 從SMC 減掉 PNC 就是說本來是 它應該要附的 它讓別人來附 它讓別人來附 這個就叫做外付成本 它讓別人來附 它的成本降低 它成本降低 它有些好處可以分享給消費者 有些好處它自己拿下來 像台灣的石化產品 拿到好處這些消費者 就是世界各國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說 石化產品台灣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在講說 這個要幫助外銷 所以不能夠去害過 殼責他們的用水 用水的問題 他們排放費用問題 不用殼責 要讓他們有價格競爭力 去打開國外市場 結果就是好處外國人 享受外出本國人來擔 就會是這個情況 就會是這個情況 這個叫做外付成本 外付成本 第二個呢 財產權位 接近清楚的情況呢 會發生的是 像外付利益 外付利益 什麼叫外付利益 外付利益就是這樣子 有些好處 你生產這個東西呢 有些好處 應該是你自己拿到的 可是呢 那個因為 財產權在這一塊 也很難接近 所以這個好處呢 被別人拿走了 最常講的例子是什麼 比如像你養蜜蜂 你養蜜蜂生產蜂蜜 對不對 你養蜜蜂生產蜂蜜 那你養蜜蜂生產蜂蜜呢 你的蜜蜂 就用旁邊告這個果圓 旁邊告這個果圓 那果圓開花 開花要結果 果圓開花要結果 在美國 你知道他們很多那個果圓 他們很多果圓 都會請那個養蜜蜂的人 來他們果圓 來他們果圓那個 藏住一段 你要幹嘛 就是要開花受粉 受粉才會結果 在家都有這種聲音 因為養蜜蜂的 然後呢 就在各個果圓四處在巡迴 然後各個果圓四處巡迴 幫人家受粉 好了 你今天假設說 你的果圓呢 剛好就是位在那個 養蜜蜂的人的旁邊 養蜜蜂的人旁邊 那養蜜蜂的人 讓蜜蜂偏偏偏飛來飛去 那這個天空呢 你也不能夠說 欸這個是我家蜜蜂 所以這個炸人 不要讓你的蜜蜂飛過去 你也不行 不能說這樣 所以蜜蜂就飛到旁邊的果圓 幫他們受粉 所以那個果圓呢 他就不用花錢 請人再來給他的花受粉 這個就叫做外部利益 這個就叫做外部利益 另外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什麼 我在上面寫這個叫古蹟圍 在台灣最近常常有人在談 過去這幾年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古蹟圍蜂是一個非常好成本的事情 非常好成本的事情 那可是呢 古蹟圍蜂的利益呢 誰來享受 通常古蹟所有者 通常比如像你家 你家的房間是一百年的 古蹟所有者很難拿到好處 你可能可以轉型在咖啡店 蓋民宿 然後做生意 可是大多數台灣的古蹟的維護者 除了自己算外 很多時候那個好處他可能拿不到 可是古蹟圍蜂呢 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所以很多人說 因為你正用古蹟圍 我就來這邊跟你逛街 那旁邊的那個什麼 旁邊的那些豬腳踏車的店啊 做文石導覽的店啊 他們就會得到這個好處 得到這個好處 有些時候錢是不會回饋給這個古蹟圍都真的 古蹟圍者 有些時候他不會回饋古蹟圍 他會被人家罵 這個就是沒有文化 要把人家拆掉多可憐 可是古蹟圍又或者就很衰啊 我要維護古蹟很貴 維護古蹟很貴 他就維護古蹟圍 你今天賺人家來導覽 叫人家來捐錢 你錢有回饋給我嗎 沒有啊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外負利益 這個就是外負利益 外負利益通常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 外負成本造成的是 生產數量過多 外負利益造成的情況就會是 生產數量過少 這個我把它寫下來 生產數量過多 那外負利益呢 是生產數量過少 生產數量過少 生產數量過少 比如說維護古蹟的成本呢 我把它寫下來 然後那個成本呢 假設完全經濟市場是邊際成本吧 就是供給線 供給維護古蹟的線 然後 假設呢 這維護古蹟呢 對市人來說呢 他的收益呢 我們說這個需求線背後都有一個就是邊際收益 都有一個邊際收益 Miginal Benefit 大家應該還記得啦 我們考試都有考 PMC PMB 這個假設是私人的利益 私人利益 私人利益 PMB是勝利 假設古蹟呢 這個古蹟呢 維護了成本 維護了成本 這個邊際成本 我們把它後面代表是攻擊線 這個攻擊 就是說 等於是維護古蹟的數量 那如果有個人來看 維護古蹟 可能維護古蹟的私人利益 可能沒有那麼高啦 通常更低 通常更低 比如說他可能這麼低 可能這麼低 維護古蹟對你私人來說呢 收到的利益實在是不大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下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得到 均騰的那個價格跟數量會在這裡 可能能夠維護古蹟來做民宿 或做咖啡店呢 也沒有很多啦 也沒有很多啦 所以那個市場沒有很大 假設是這個樣子 假設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願意維護古蹟呢 得到的那個Q Q跟那個維護古蹟的量 可能是這麼低 然後價格呢 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會在說 古蹟維護呢 有助於文化保存 有可以促進地方光光 就是說 如果你這一區的 古蹟窮都維護下來了 這個標準面的工具 就會有非常多的人會來 他旁邊的什麼呢 文史導覽的 然後租腳踏車的 各式各樣的店都會賺到 所以假設他的收益 可能這麼大 那這個是整體社會的收益 整體社會的收益 整體社會的收益 這個是 那個整體社會的 全部的 包括你自己古蹟 古蹟 所有人賺到的那個什麼 民宿或咖啡店的生意 整體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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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社會的收益 假設是這個樣子 假設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古蹟維護這件事情 他所創造的收益 是這麼大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真正維護的數量呢 應該是要到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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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因為這些收益呢 吃人自己拿不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自己的古蹟維護好了 你要付出成本 你要付出那個成本 然後呢 你自己收到收益 收到什麼東西 有些時候是沒有 有些時候 如果你把它轉 可能咖啡店民宿 你可能可以收到一些選擇 可是很多人來民宿 不只在民宿 還去旁邊的那些咖啡店玩 還去旁邊的文室導覽 還是旁邊的那個 騎租腳踏車玩 那些人也會賺到生意啊 你自己是賺不到 你自己是賺不到 所以他的社會收益 跟整體社會收益 跟私人利益呢 會有一段差距 可是如果你從整體社會 角度來看 你就應該說 這古蹟維護應該要多一點才對 應該要多一點才對 可是呢 如果是只考慮 如果這些收益 私人自己拿不到的時候 沒有人會願意做這個生意 就像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QPLINE的這個情況下的時候呢 QPLINE的情況下 整體社會的收益 可能有這麼高 古蹟維護整體社會收益 可能有這麼高 然後這個上面我就到這上面來 這個叫做P三角形 可是呢 因為古蹟維護的所有人 古蹟的所有人 古蹟就自己加上方式 自己加上方式把它維護好 你可能自己有收到PPLINE的錢 其他P三角形給PPLINE的錢 這個是你拿不到的 所以你會不會多做 你不會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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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願意多做 所以我們就看到整個社會呢 古蹟保存的數量 直接在QPLINE 直接在QPLINE 那你就會看到到這個情況下呢 會有一堆損失是 這一塊的損失 這一塊損失 這一塊損失是什麼 就是說應該要維護的數量 這個對整個社會來說 會造成有帶來那麼多好處 可是呢 因為古蹟的所有人呢 他得不到這些好處 所以他也就不會維護 他也就不會維護 所以這一塊呢 是損失 這塊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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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那個三角形的部分 有同學還看不清楚了 我也要把它標上去 這個三角形的部分 這個叫做也是損失 無謂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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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三角形的損失 你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應該要發生的交易 應該要維護的數量 可是沒有維護到那裡 因為維護的都可以 對整個社會帶來很多收益 可是因為古蹟所有人 他拿不到 所以他不會願意維護 所以就變成說很多交易 很多生產的數量 應該要生產出來 沒有生產出來 沒有生產出來 這個就是無謂的損失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一般來說 在社會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維護5G的數量偏低 很多文職工作者都在發說 這個什麼什麼 台灣人沒有文化 你看這個5G文化 5G應該什麼什麼什麼 都保存起來 後來都沒有保存 可是當你講人家沒有文化的時候 就能夠體質看到一部分的問題而已 你要真的看到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保存 是他們沒有文化 不是 是因為他的收益他拿不到 他的收益他拿不到 好處都是你在文職工作者在一起分享 你們可以賺導覽錢 我們賺不到 所以他當然不會願意維護 如果這些賺導覽錢的人 賺腳踏車的錢 做公共財額錢 把錢回饋給做5G的人 但他 maybe會遠遠維護 後來就有個很鮮明的例子在台 台北市的迪化街 可是他們的那個好處 他們是用另外一個方法 把好處拿回去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說去跟旁邊那些 租腳踏車的做文職 找人的收錢 他們是另外用另外的方法 去把這個好處灌給那個 做5G維護的人 結果迪化街 台北迪化街那邊的人 全部大家都在做5G維護 為什麼 我做5G維護我可以得到錢 大家都會做 所以全部就變得很有文化 他其實講來講去 就是後面是錢的問題而已 就錢的問題而已 台北迪化街 古蹟維護 古蹟維護很貴喔 古蹟維護 有些時候那個古蹟維護 像我們那個 那個 我們學校的那個什麼 蔣介石行管 那一棟綠色 你看那小小那一棟 當初他們要把它弄成古蹟 他是歷史建物 然後裡面的什麼消防 有的沒有要改 因為就花了十五百萬元 所以你房子要弄成古蹟的話 很多東西到處理到 那個錢很貴 那在台北市地方 他們在維護古蹟 雖然成本是五六百萬 可能不止啦 因為那個成本可能會更高 他們弄得更漂亮 那個成本可能是幾千萬 算千萬起跳 可是台北市政府 他們弄了一些制度 那在古蹟維護的人 賺到收益更多 聽說有到五六千萬以上 所以全部都在做古蹟維護 我做古蹟維護 我就多賺五六千萬 我當然會做 所以重點是 生產這個服務的 他能不能達到的好處 他拿不到的好處 他當然不會願意做 所以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把他解下來 生產的數量 有外部消費的情況下 會有生產數量過少的問題 生產數量過少的問題 五位損失 就是應該要發生交易沒有發生 這個 這個 這個多的損失就是說 消費者剩餘 加上生產者剩餘 再扣掉那個 再扣掉那個什麼 扣掉那個 那個污染 對人家造成的損害 會造成是多損失 這個是造成是多損失 也就是說 你不應該生產那麼多 對這一塊 不是這一塊 是 那個 這一塊應該是說什麼 就是說 消費者剩餘 加生產者剩餘 再扣掉 對旁邊的人造成損害 以後 對整個社會的總福利 所降低的部分 這塊比較難理解 可是大家可以慢慢去理會 就是說 你不應該多生產多這麼多 你不應該多生產多這麼多東西 可是你多生產 所以整個社會 就多額外付出這些成本 多額外付出的這個成本 他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時間不大夠 所以我趕快把那個解決之道 講 講 講清楚了 那碰到這個外付性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呢 基本上有三個做法 基本上有三個做法 比如像說 我們剛剛在這邊 其實這兩個圖裡面 你都很清楚看到 你都很清楚 可以猜到怎麼做 第一個 第一個做法 如果是 外部成本 跟外部 利益是什麼 生產的人 他沒有得到他應有的利益 外部成本 是什麼 生產的人 他把他成本轉嫁給別人 所以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解決呢 第一個辦法就是說 好啦 生產 有外部成本的人 他是把成本轉嫁給別人 對不對 那所以 如果你要處理的話呢 你就把它轉嫁給別人 成本再把它算回來就好 那怎麼算回來 跟他瞌睡 跟他瞌睡 這是第一個做法 對不對 你本來生產這個東西 假設 做石化原料 每當會生產這個東西 十塊錢 你把兩塊錢 應該要做污染的錢 你不做污染 十塊錢變成八塊錢 對不對 十塊錢變成八塊錢 然後你兩塊錢 要做除污染的設備 你不做了 那我現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這我就說 你不做 沒關係 我跟你多磕兩塊的稅 我幫你做 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解決辦法 第一個外部成本就是磕稅 那外部利益呢 也很簡單 股基的人他來不到好處對不對 所以我就去跟旁邊那個 豬腳踏車的蚊子導覽的人 跟他收錢 收完錢跟他說 你們把錢呢 補給做股基的人 所以第一個辦法就是什麼 通過收稅或補貼 來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收稅或補貼 來解決這個問題 來這個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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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就是透過收稅或補貼 透過磕稅或補貼 那個磕稅或補貼 磕稅呢 是解決這個外負性 外負成本 for外負成本 磕稅是for外負成本 外負成本 那補貼呢 是for外負利益 磕稅或補貼來解決這個問題 補貼 我們這個專有名字叫做外負效果內部化 外負效果內部化 這個叫做外負效果內部化 概念上就是我剛剛講的對不對 你今天工廠你應該要做儲物設備 你沒有不做呢 想說把這個成本 就是說我不做 十塊錢變八塊錢 不做廢棄盤就去誰倒霉 旁邊的倒霉 我不管他 那政府就說 好你不做我幫你做 來我跟你收兩塊錢的稅 那我幫你做 這個就是磕稅 收兩塊錢的稅呢 就是等於是說 他本來這個有些成本不用自己付對不對 所以綠色的線 我說剛剛我說綠色的線頭是怎麼樣 他有些錢他不用自己付 所以他的成本就減少了 他把他外部化 他把他外部化 那我再怎樣 我再把他外部什麼內部化 我再把他內部化回來 所以呢 我們就再多顆稅 我們再把他X'再多顆稅 加上稅把它再加回來 再加上稅再把它加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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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加T 加T 再加上稅再把它加回來 那外部效益是一樣的 對不對 外部效益是一樣的 本來整個社會應該要多這麼多的收益 可是呢 因為這個收益 你補積的維護的人 沒有做不到 拿不到 那怎麼辦 那我就 政府用補貼 把你補回去 加補貼 把你補回去 把你補回去 加補貼 把你補回去 這個是外部效果內部化 可是外部效果內部化 通常比較大的問題是這樣子 通常比較大部分是說你比較難去補腳 譬如說 他沒有做儲物設備 那你就跟他說 好不然我課稅跟你收 那我要怎麼去算這個 所以我要跟你收多少稅 大家都會喬 說我做這個儲物設備其實是很便宜 那個嘛 我其實這個做儲物設備 其實是很便宜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分那麼多水 這我覺得都沒有這回事 我就跟你多加稅 這個裡面有這個問題 那補貼這個部分也是啊 你要給補基保存者多少補貼 你要給他補貼 去鼓勵他做這個事情 你要給他補貼 這個就會 這個就是要 要喬 然後這個要喬 這是第一個解決辦法 第二個解決辦法呢 第二個解決辦法就是直接做管制 直接做管制 好 直接做管制 我把他寫下來 好 第二個辦法呢 我把他寫在這裡 第二個辦法就是 就是 那個直接做管制 什麼叫做直接做管制 好 直接做管制呢 直接做管制呢 通常是要做管制的 通常都是在 通常都是在污染的部分處理 譬如說直接做管制是這個樣子 好 我 看到這個 我知道最適合生產數量是QSTAR 對我知道最適合生產數量是QSTAR 啊你從QSTAR到Q' 那就什麼 生產過多了 對 生產過多了 所以我呢 直接管制就是說 我呢 就跟你說 好 你最多最多 你最多最多 就生產到這裡就好了 這個綠色的水 你最多就生產到這裡就好了 多的呢 就不給你生產 這個叫做直接管制 這個叫做直接管制 生產就生產到QSTAR 不要再多 這個是直接管制 直接管制 直接管制呢 你的生產數量 或是說管制你的污染排放上線 污染排放上線 直接做管制 直接做管制 譬如叫污染 直接管制這個生產的 直接管制你的這個 生產的數量 生產的數量 或是說這個 這個污染排放上線 污染排放上線 入圈排放上線 污染排放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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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的困難點在哪裡呢 它的困難點也是 第一個客觀的標準 比較難找 第二個就是監督執行 其實台灣大多數的辦法 就是直接管制 對不對 我們都會說 譬如像說 你生產這個東西 你排放廢氣 排放廢水 不能排放 排放後排放量是多少 通常都是直接管制 直接管制說你的量是多少 大家也都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通常工廠都是晚上偷偷排 廢棄也是晚上偷偷排 廢棄也是晚上偷偷排 都是這樣幹的 譬如像說你去那個 現在可能EKS站 你去小港前鎮 小港前鎮那一區 那一區空氣什麼時候最爛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人也都是白天 可是你白天你開外面其實是還好 空氣最爛是凌晨十五點 那邊空氣最爛是凌晨十五點 空氣最爛 如果你有去小港前鎮 要去那個工業區裡面 那邊空氣最爛都是凌晨十五點的時候 為什麼凌晨十五點最爛 你都知道 大家都晚上在偷排排氣 大家都晚上在偷排排氣 以前在古山這邊 大家知道古山二路三路 三路那邊有個排泥礦場 排泥礦場你白天去也是覺得很像說還好 可是我們家在這邊 我們家有院子 每天早上起來 葉子上面都會有一層灰 葉子上面都有一層灰 那就是 你就知道那邊水泥在生產 就會造成這個狀 白天奇怪 都很像都沒有感覺 可是晚上 隔天早上起來 葉子上面都有一層灰 葉子上面都有一層灰 人家都知道 人家都是半夜在偷排放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會排放什麼東西 反正都是這樣看 去小港前鎮也可以看得到 零層灰層灰空氣最難 都不知道為什麼 都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就是人家在偷排 所以直接管制問題在這個地方 直接管制問題在這個地方 執行監督服務 可是很像 執行監督服務 就是你要直接管制的執行監督服務 第三個方法是什麼呢 第三個方法是 就是既然他的問題是來自於財產權 界定不清 你就界定財產權就好了 第三個方法是 直接賦予財產權 比如說有人會偷排放廢水 我們剛剛講汙染 偷排放廢水 你今天就說 啊這塊水域 是旁邊居民的 你要排放的 要先誤過他們 要先誤過他們 這個是第三個方法 對不對 前面這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水是大家的 水汙染沒有差 就像我剛剛最前面講的 你家 如果是一塊公園 大家走去亂丟垃圾 你不會贏他 可是呢 如果這個公園今天是 你家的花園 人家來亂丟垃圾 你會去揍他 過來你會去揍他 因為花園是我的嘛 所以第三個作法就是 賦予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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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這個 這個例子 我們先從例子來說 因為你們這個作業呢 作業有一題 十字三 事實上的一個題目 我們先 我們用這個賦予財產權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用個例子來說 那這也是你們作業會看到的題目 你們作業會看到的題目 假設這個情況是這個樣子 有個例子 然後呢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有個湖 然後這個湖旁邊呢 有住了兩群人 一群是工廠 一群是漁夫 漁夫 然後工廠今天呢 他可以選擇 裝那個 排放 那個 他可以選擇呢 裝那個儲物設備 不排放廢水 他也可以選擇呢 不裝儲物設備 然後污染這個地方 污染這個地方 那假設是這個樣子 如果工廠選擇 不污染這個地方 他要裝排放廢水設備 他的收益呢 100塊錢 如果他要選擇污染的話呢 他就是不裝儲物設備 不裝儲物設備呢 他賺的錢呢 就會比較多 130 130 那可是相對來說 你會看到一個事情 如果污染的話呢 魚人的收益就會減少 不污染的話呢 魚人的收益就會變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污染的話呢 魚人的收益是100 污染了以後呢 他的收益變50 他的收益變50 所以可以看到一個故事 這個事情是這個樣子 如果 就整個社會來看 不污染好還是不污染好 不污染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呢 如果他去裝儲物設備 他去裝儲物設備 整個社會呢 會是-200 如果他不裝儲物設備呢 整個社會的收益呢 是180 所以社會的罪事呢 是不污染 這個叫做社會的罪事是不污染 社會的罪加狀況是不污染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裝儲物設備呢 你只要花30 可是呢 如果你裝儲物設備 對漁人的收益呢 會讓他們減少50元的損失 所以對整個社會來說呢 是不污染比較好 好那我們說 富與財產權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說這個虎呢 是漁夫的 如果 如果 虎是漁夫的 如果這個虎呢 這個水域 這個水域呢 是屬於漁夫 漁夫的 虎是水域 屬於漁人 屬於漁人 如果你付我錢的話呢 我就讓你排放污染 那你覺得 漁夫呢 他會願意收多少錢 如果他今天說這樣子 如果 如果要排污 排污呢 請付錢 請付錢 你覺得漁夫會願意 最少最少 他要收多少錢 他要收50 對不對 你排放污染我損失50啊 所以 如果我要遵取你排放污染 我至少要收到50 我才會划算嘛 收的話 工廠要不要付 不會付 對不對 他不會付這個錢啊 對 如果要排污要請付錢 至少要50 才會划算 至少50 至少50 結果是 工廠會不會付這個錢 不會 他會選擇做什麼 他會選擇去做儲物設備 對不對 好 至少50 所以工廠呢 工廠呢 會怎樣 會選擇 會選 會選 做儲物設備 會選 做儲物設備 好 所以在這裡就看到什麼 你就看到 如果我設定財產權 社會罪事就會跑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那個公共草原的那個例子 公共草原如果今天是屬於某甲 某甲設定入場費 結果就是 找了草原上之後會有一群到兩群的羊 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這個湖算漁夫的 漁夫說你要污染 可以 來付我錢 他要收到多少 他會收50元 結果是工廠就不會願意付這個錢 他會決定去做儲物設備 那結果就是什麼 結果就是你就看到社會罪事 大家選的不無 大家選的不無 課本上面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比較不直觀 可是呢 一樣是達到社會罪事 他的例子呢 是說如果我今天的這個情況 變成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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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是這樣子 一樣是工廠 然後呢 漁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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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人 這個是 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兩個例子 課本上都有了 textbook 那個教科書上面的這個table 一個是十之一 一個是十之二 然後這個是 277月到279月 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他是說這樣子 假設忽然呢 都是100 大家說收益都是100 可是呢 如果選擇工廠 如果要選擇做儲物設備呢 這個儲物設備比較貴 他做儲物設備的話呢 他一直要花50 所以他如果選擇污染的話呢 他收益會是150 選擇污染收益是150 然後呢 做儲物設備 儲物設備比較貴 所以他 他如果覺得污染的話 就變成100 理解這個圖啦 理解這個表 我剛剛不清楚 這個例子是儲物設備比較貴 所以工廠不污染 他可以賺100 污染他就賺100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污染對漁人的收益 影響比較小 如果污染的話 收益是100 那污染的話呢 他收益就會變成是 其實 所以我說這個例子 不直觀是什麼 因為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社會罪事在哪裡 社會罪事在污染 社會罪事在這裡 不直觀在這個地方 大家覺得比較好的 結果都是應該要選擇 都是應該要選擇污染 可是有些情況 像這個情況 社會罪事是在污染這個地方 我覺得因為 儲物設備比較貴 那影響沒有那麼大 影響就是100變成70 可是儲物設備呢 花人會50 所以一樣 如果這個水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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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漁人 屬於這個 屬於這個漁人 屬於這個漁人 如果排污請付錢 那他會收多少錢 他會收多少錢 至少30元 對不對 至少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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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水域是屬於漁人 他說 你要排污 可以來 收錢 三十個都好了 那工廠會選擇 要做排污設備 還是付他錢 就會付他錢 那一樣 結果就是社會罪事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清楚 界定財產權 你就會看到社會罪事跑出來 你就會看到社會罪事跑出來 這個呢 叫做Cost Theory 這個叫做Cost Theory Cost Theory是說呢 只要你設定那個 財產權呢 你只要設定財產權呢 處理這個外戶性的問題呢 總是可以達到社會罪事結 總是可以達到社會罪事結 這個Cost Theory 我把它這個詞 把它這個term 把它寫下來 這個叫Cost Theory 賦予財產權 我用紅色筆寫 C Cost Theory Cost Theory Cost Theory 他就說呢 他就說呢 你只要把你解決財產權的做法 一個是什麼 他財產權 解決外戶性的問題是什麼 外戶性為什麼會產生 就是有時候是財產權 化分不清啊 如果你可以把這種財產權 劃分清楚 設定財產權 那社會罪事結論 人們透過自己去協商交易 自動就會找出社會罪事的結果出來 這個叫做Cost Theory 所以我們現在在 大家在處理這種問題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可能不是設定水域 我可能設定的權力就更具體 比方空氣 空氣我怎麼設定 空氣是屬於誰的 很難去設定 所以他們現在根據Cost Theory 他找出來的解法 就是我們很難去設定空氣屬 屬於誰 所以我就是設定污染權 就變成說設定污染權 污染權 在這裡面 我們講這個水域是屬於魚人的 可是我可能 不會很具體的說 在他們講污染權那個處理的時候 他不會說這個水是屬於你的 他會說 這個水的污染的權力是屬於你的 這個水能污染的權力 如果這個水污染的權力是屬於魚人的 魚人說如果你要排放污染 可以先付我結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就會看得到 左邊在這個例子 左邊這個例子裡面呢 魚人會說 OK 因為你污染會造成我損害 損害會測至50 如果污染全數在我手上 我就會說至少要50 那工廠就會選擇付污染去做儲物設備 結果達到社會罪事 右邊的例子呢 如果污染全是屬於漁夫的 魚人不說 OK 我現在不是說水域 我是說 在這個水域要污染這個水域的權力 要先問過我 我說 要付錢至少30 那工廠會選擇付30給魚人 然後污染這個水域 不去做儲物設備 現在根據CodeSale 因為有些情況 像水域容易接近 這個湖就是你的 有些時候像空氣 很難去接近 然後他們就會改成是 接近成說 OK 污染空氣的權力 然後大家來買賣污染空氣的權力 我會說這個叫做碳權 碳排放權 像這種東西 我去設定這樣一個權力 對 像碳排放權 可能大家就有提過了 碳排放權 污染權 大概這樣就有提過 他這個就是根據CodeSale 出來的 我設定財產權 然後再讓大家去交易 你就可以看得到 社會罪事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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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問題 大家回去做做看 我講這個東西 如果還不清楚的話 十字三四個題目做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有概念 有沒有問題 今天這個部分 OK啦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那個請那個 沒有休止一課的同學 留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大家